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 习近平指出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 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会合点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冷战思维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反对搞双重标准 中国永远不承败 永远不搞扩张 习近平强调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更好汇集各国人民 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 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指出 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 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 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